是我們先問一下剛剛出場的時候是用拉的被拉出來 感覺有沒有覺得很好玩呢 有點小緊張 他拉不動 哦不不不不要拉不動 我剛剛本來有點害怕到拉會卡住了 所以中午便讓我們少連累一點點 哦有有有 是其實剛剛這個出場的感覺就是要帶給大家那種好玩的感覺 這也是這次這個Sony Mobile Experience 今天要帶給大家很多有趣的部分對不對 是的沒錯 第一個部分我要請郭雪芙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小時候我們都看了很多不同款的這種手機 他們的顏色的選擇上 大部分就是會告訴我們說 哦他是什麼什麼黑 他什麼什麼白 或他什麼什麼紅 很少有人 應該說完全沒有人 他的名字會被廠商放在手機的顏色的命名當中 有其實那時候知道的時候我就說 哇真的假的 是是真的要這樣子叫嗎 然後其實那時候看得出來哦幽浮黑 好可愛名字 然後地幅綠 然後雪芙白就覺得這樣好害羞 好好哦 以後人家會問說 欸你喜歡哪一種白 我喜歡雪芙白 這種是一種很 我就覺得受寵若驚的感覺吧 真的 是 而且每一個顏色 不管是幽浮黑地幅綠 或者是雪芙白 把你的名字放在其中 都還不會有一種違和感 覺得好像本來就應該要這樣稱呼他 這超特別的 是 我覺得 idea很好 非常好 而且尤其是我們今天在現場 想要跟所有好朋友們分享的地幅綠 是的 這個顏色真的會有一種看得心情會很好 很甜蜜很浪漫 很想避免的感覺 有 其實當初我看到這顏色我說 這真的是 真的顏色嗎 是 因為我超想要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 是 而且我們也真的發現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地幅綠的衣服可以買得到 有 對 都會讓所有的朋友們會有一種青蘋果的那種浪漫的感覺 有 是 雪芙等於是搶先我們一步 更新感受到是Sony Mobile Xperia C3很多的不一樣 跟很多很特別的功能 對你自己來說你最喜歡哪一個功能呢 我當然是我選手機就是選自拍一定要很長 是 那這盤手機自拍真的是神器 真的是神器 超長的有五百萬的像素之外 它的前置鏡頭是超廣的 沒錯 還有很特別的一點是 它有神光燈 對 我先問你以前譬如我們拿手機自拍的時候大部分就是 快點快點啊大家擠進來一點 我說欸你低一點我高一點啊 什麼叫喬半天的 剛剛我臉半叫我臉很大耶 還要生氣有沒有 對 或者是說如果說光源不足 還說 呃你往這邊靠一點 啊不行不行我們這邊背光啊 我這邊什麼什麼 我們就要去找光然後才能自拍 或者是照我旁邊的人說 欸你可不可以幫我開一下燈嗎 對 好糗喔 為了一個自拍還要勞動到那麼多的人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Xperia C3的這個前置鏡頭 這非常厲害的這個我們的閃光 我們的 剛剛Jerry有跟我們分享喔 有的時候我們會想說 如果是前置鏡頭旁邊的閃光燈 如果打下去 臉會不會就一正白 完全就是大曝光 他非常聰明 他操容 嗯 嗯 嗯 谢谢观看